大家好,歡迎收聽這個《望向快步》 今天錄製節目時間是2019年8月5號 這裡有我在紐西蘭的義德台洋 另外也有在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在台灣許樓山 大家好 大家好,節目開始之前 剛剛聽到就給個like 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在Youtube上面有個小鐘 按一按它有新節目就會自動通知你 這次我們要講一些嚴肅的話題 講一下你現在最嚴峻的經濟危機 笑不出 其實笑不出的 我罵完林鄭有很多人不喜歡 但是我沒有辦法不講的 有些可能講得輕挑了 如果你覺得我輕挑了就不好意思 但是我講的內容 其實我聽到的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只不過是 如果你純粹是一個 善向程式的思維去支持政府的話 嚴格來說就是一個猛支持的話 我不建議你聽那一節 因為比較批判性高一點 批判性比較高一點 還有學生想說什麼 或者大家試一下 不要這麼快被情感所佔據了你聽的東西 試一下用一個持平一點 或者冷靜一點的心態去代入社長的角度去想一想 究竟社長那個角度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可能會好一點的 所以大家最重要不要被情感所支配 現在很多人被情感所支配了 所以有時候可能看某些新聞 就會馬上覺得這樣是有問題 這樣是不行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是啊 大家的心態要持平一點 其實發生這麼久以來 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你說政府沒有責任 就真是假的 還有林鄭台晶 其實我跟很多朋友聊過 她都認為我們說得很對 我們是最早說的 她也有聽我們節目 我的朋友她基本上跟我講話 她完全同意我講話 林鄭剛才走出來 根本就好像萬力皇帝一樣 出來什麼都不做 然後又縮起來 她過幾月就沒有露面了 就是一段長的時間 是啊 一個社會有這麼嚴重的危機 為什麼一個首長 都很少跟市民溝通 這一點是不合理的 她的表現 我認為比很多在中國大陸 所有的市長省長都差 差很多 是啊 事實上也有個網友 就PM了我 她就說 林鄭應該是決意不做的了 就是她猜 她猜了 中央為了面子就不允許 所以林鄭就放軟手腳 身邊的容官也關人狗事 這個肥仔聰一向都是懶人 沒有膽肥肥 加上快退休了 更加不想揹飛 林鄭其實就罔顧了七百萬市民的福祉 任由暴徒胡作非為 她估計就是想逼中央出手 但是很認真地說 中央不出手 中央不出手 其實香港特區政府的問題 要在香港處理 就不可以每次都要求 中央方式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中央自己也很麻煩 這麼多事情做 香港不要添飯添亂 其實香港現在這個問題就好像 好像生了癌症一樣 生了癌症根本上 又不是致命的癌症 其實那些不知什麼肿瘤那些 沒有辦法醫治 也沒有錢醫 蔓延全身啊 那些癌細胞啊 真不知道怎樣 就是芒果毒啊 所謂的 不過不要緊啦 我們講過很多次的了 有時候講得很沉 我自己都講得很生氣的 看回這件事 很多時候我們講的東西 就是很常識的 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如果有常識的人一聽就覺得是對的了 絕大部份的情況下 很慘啦 現在那件事 就是泛民的症棍 就包庇這個 就是港獨的那些暴民 他們用他們那個鐵三角 不切割 不批評 和不督灰 這個鐵三角 現在製造了香港這個亂世出來 就是今天就看到了 今早又有個司機被人襲擊 在青山谷路近沿路站那裡 那個司機就被人用索帶綁起 基本上 那幫暴徒呢 他們那個 對於這個 反對者 就是反對他們的暴徒行為 這些 的私藥那個 那個又再進化了 之前都是拳打腳踢 打他就算了 因為直接拿索帶綁起你 然後才打你 才扭打你 是啊 今天這個司機算好彩 那他就報道 就寫說他爭脫了那個索帶 然後趕快跑回自身的車 那我看到片 因為那些暴徒呢 就拿水馬封了這條路 所以他走不了 那他上車之後呢 那些暴徒都繼續搏 搏他那個車頭玻璃 都搏到烈烈地了 都開始 那他就開始踩油 踩油過 那他又未算踩到很快 但是如果這樣滾 那就可以把那些暴徒 捲到車底 捲死的 差點也有個暴徒被人捲 捲到車底 但其實有沒有捲到 當然是 捲到的 那他那個司機 那些人就 嘩 那些司機撞向示威者 這班已經不是示威者 這班是沒有理性的人 其實兩邊都不值得幫的 那如果某程度上 司機想自保的話 那其實他又不一定要撞向那個方向 那你到後走遠一點都還可以 你到後駕駛 那非常危險 就是他都為了保命 所以要這樣 就是你會看到是開始變了是 就是正常市民 那個自身安全 都有點難保 那就是等於昨晚那個司機 那個巴士司機 他下車後搬走一些阻礙物 那其實想等其他乘客 都是繼續去那個旅程 完成他的旅程 帶他們去到終點站 但是那個司機都被人 立即被暴徒打 打到現在都好像未知 生死未預 可以說是那些暴徒現在殺人都夠膽 我認為 其實那個被襲擊的司機 只不過是去到別人的那個奴障那裡 應該他是想移走那個奴障 然後就被人制服了 之後才撞人 即是基於我看到的片 即是我也不敢說實 即是這個是事實 因為現在你都知道 那些片是飛來飛去的 即是每邊有每邊 想罷給你聽的事實 但其實兩邊都不是事實來的 即是現在是很難判變 但我認為無論如何 你如果在一條路上面 你可以制服到一個司機的話 即是一條馬路上面 你可以制服到一個司機的話 如果那個司機 不是自願停下來的話 即是你放了一些路障 就讓他停下來的話 其實如果 因為這些東西而出意外的話 即是你放了一些路障在那裡 然後站在路障前面 而被人撞到其實 有時候這些 是可以說是活該死的 因為你不是有那個權力 去封一條路的 你是沒有權去封一條路的 你是自己走出去封路的 其實馬路如虎後 本身已經非常危險 你還要做這些行為 其實 是的 還有如果司機覺得自己生命受到威脅的話 即是對著一些覺得是兇徒的人 那他撞你是正常的 不是你殺了我 不是你殺了我 那時候 你剛剛被人這樣綁完之後 在這個虎口逃出了出來 那司機的話 那司機真的是慌了 他是有權智慧的 是的 還有現在司機可以用一個離藉口 就是我見過那些暴徒扎起人來打 那我怕我會被人炸起來打 所以我就馬上直去 我什麼都不管了 我就不停了 其實他好像 不好意思你繼續說 就是好像那個高高班的司機 他就是停了在那裡 和他有些爭拗 然後就被30人為偶 基本上車就打到爛了 如果任何司機不想要到同一個情況 他其實應該是馬上衝過去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你不要來撞他 是的 你有危險啊 你當然要走的了 是啊 那你撞到了 那你撞到這些暴徒 那可以怎樣呢 那最多就是上庭打 我就以智慧來解釋 那這樣都可以的 其實 但是當然他政府會告你危險 就是香港警察就應該會告你危險駕駛 這個在外國都是會這樣的 如果你就算是自衛衝破了他們的障礙 都會被人告 就是電港危險駕駛 所以其實要很小心的 都還有好處的 你起碼要先保住自己的命 是不是 他死也不死 其實他們那幫人現在搞到這麼過份 我告訴你兩邊都很快會有大規模的傷亡 就是要撞死一兩件真的不出奇 將來 現在發展成這樣 撞死一兩件這樣的暴徒 可能很多人拍手仗 但是撞死那個司機可能由野官非 所以沒有好著數 是很麻煩 所以問題就是在於政府的拖延式處理 市民都不知道怎樣做 被他圍偶完 被他打完 我連他的樣子都看不到 到時候我報警 因為這樣 你報警之後又會問你 他哪一手打你 他怎樣打你 那個人是誰 他的樣子 你都形容不了 到時候警察被你認人 你都認不了 因為沒可能認到 已經 其實是抓不到的 所以那班口罩黑衣人 其實他們已經很聰明 其實他們就是 又不敢做黑社會 但是又要得到做黑社會那種過癮 就是去做現在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 我想黑社會都還沒可以去到這麼過癮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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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現在是一班暴民 所以我們其實很危險 如果他們找到我們住在哪裡 就是我們真的出樣子 因為我們經常都在香港 不是說完全不回香港那些人 如果回到香港 他聽到聲音 聲音變色 這個就是 MHP7的那個Raymond Wong 這樣 很厲害 那就嚴重了 不會的 沒事的 這個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我們是 就是 都比較少人認識 其實到目前來講 所以大家 大家可以聽眾 多多分享我們的節目 多多分享我們的節目 撞到中間的聲音 可以保存下去 都收到非常多的聽眾 留言 他們都怎樣 對於現在的情況 真的挺痛苦的 其實你看到現在 簡直是 人們玩到是封路 等等 其實都很匪夷所思 很顛覆到自己的看法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上班下班 塞一輛車 就是 那條路走慢一點 那些車已經塞到那條狗 就是這樣 可能你 我剛剛看到那個叫做 黃大仙 港鐵站 對出了黃大仙 廟道出了那條路 我忘記他那條路 龍場道 龍場道來的 那條路就很繁忙 那條路竟然可以封了 那條路這樣玩都可以 是呀 放催淚彈 就是這樣 他放催淚彈 政府放催淚彈 警察放催淚彈 其實就沒有問題 就是對的 拒散他們走 不要妨礙這條路 但是現在我覺得 那些暴民已經升級了 那警察就很慘了 現在的情況看到就是 這個時候警察要考慮一下 有什麼可以升級的了 真的要 很難啊 你看到今天林鄭那個說話 其實她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她拖延式去處理 就是整件事 她拖得就拖 總之呢 你任由這件事發酵 就是不會評論的 就算我們天天出節目 譬如評論這件事的走向 她都不會評論的 她不會再出來評論的 林鄭 就算她 抱歉 抱歉 去力挺香港警察的 是啊 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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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呢 有良民的傷亡 讓民意慢慢轉向 這個就是港英處理六七暴動的手法 讓民意慢慢轉向 然後才 譬如六七暴動的轉折點 就是林鄭炸死了 是 燒死了 炸死了 汽車炸彈炸死的 是不是 燒死了 燒死了 燒死的 燒死的 不是即死的 是進了院的 然後 好像過了兩天才死的 她在車裡面 出不了來 這樣燒死的 都很慘的 是啊 其實現在 政府被這些 就是現在這些部門搞事發酵 其實就是 很快就會有第一個林鄭出現 其實現在香港政府就是期望有幾個林鄭 可以幫他們搞定 現在這些部門 所以 香港現在很嚴重 所以有時候 你說什麼 你說你說 這種拖延式的處理 令到良民很慘 為什麼我要在之前在節目裡 嚴厲批評林鄭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她用一個拖字來搞 其實商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其實商台裡面有林鄭那個 那個神台 不是神台 就是莊香供奉那些 神偉 是神偉 我想想 潘小濤那些 你路過這個神台 你是不是想有第二個林鄭出現 你還在歡呼拍掌這些暴徒的行為 我覺得很可恥 下一個林鄭不會在商台做 我告訴大家 下一個林鄭 就是下一個林鄭 就是 下一個林鄭一定是建制的人 譬如大公報那個記者被人打的 之前 很可能有一個大公報記者 是T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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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B上次沒有打死他 又打爛了阿車 打爛了阿車 但是很有可能是TVB的記者會做下一個林鄭 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大家都要等 因為林鄭 她那種拖延式的處起深刻 其實我覺得很可惡的 但是沒有辦法了 我看到有很多網民都很支持林鄭 我就照說我的看法 你不喜歡也沒有辦法 真的 其實這個民意 是不是真的沒有轉小 還是有很多人支持這幫暴徒呢 其實是的 所以他才這樣拖 但是不需要這樣拖 其實有很多人支持那幫暴民 但是你可以出來說 政府聽到你的訴求 但是你那些 之前我也說的 你那些好處 就是你可以派一些小堂的 那些好處是你派給一些 說著先而已 沒有所謂的 你派給親政府的人 明白嗎 主要派的好處是給親政府的人 那你那些部門會看得到 就是你社福界完全沒有堂的 教育界一粒堂都沒有 那其實他們就知道什麼事情了 你要看一下 譬如葉太說要派錢 那你照做 照做 那民建聯說要4億用來捉老鼠 那你就拿4億出來捉老鼠 給他 其實這些 積比 沒有所謂的 其實有些人說 4億很多 其實4億是不大的 不過如果4億被民建聯搞 其實就沒有什麼出來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 現在政府已經沒有人可用了 其實政府最可比的地方就是 搞那個同犯修訂條例 得葉太一個人打衝鋒 其他的建制都縮了 葉太對你林鄭本身也不太妥理 但是人家大是大非面前 站得穩 還有站得對 你其他的建制 這時候可恥 當危機發生的時候 就不需要埋葬 不僅僅 不僅僅 還要扯後腿 那些建制 不知道怎麼做建制 那些人 他現在 令到全部的良民都會很痛苦的了 他們現在走錯幾步棋 良民就要陪他們捱 所以其實 我就說為什麼要派錢呢 派錢不是 有些人說派給暴徒 就拿去買口罩 不是 你派錢同時是派給良民的 暴徒如果你拘捕了他 他是收不到的 其實要看回 你不可以純粹派錢 另一手要捉暴徒 就可以了 是嗎 可以說一點點 今天剛剛 下午 警方就開了記招 其實他也要公佈數字 大家可以聽一下 各位聽眾 6月9日至今 已經拘捕了420人 也不少 年齡介乎14 好有趣 年齡介乎14至76歲 76歲 76歲會扔磚 涉嫌非法集結 集警暴動罪 6月至今至昨晚 已經發生了160顆橡膠子彈 150個海綿彈 1000個催淚彈 嘩 傷的警員139 斷子 骨子 還有兩個在留院 元朗暴力事件 人們最關心的 原來已經23人了 其實警察有做事 他們那邊就說警察一些事都不做 只是屈一些示威者 但其實警察肯定是沒有屈示威者的 現在有些人就說我們什麼平行時空 大哥我們是兩邊的資訊都接收了才作出評論 我們不是單向式思維 其實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警察捉這個23人其實已經很好了我覺得 尤其是在元朗 因為一點都不容易處理這個問題 你捉了他之後 你之後還要天天見到的 可能有些人 有些警察出來白衣的人 你會天天都看到的 可能都是親戚 是啊 因為在新界圍村的社會 那個社群就是這樣 你就會天天見到的 其實是不容易的 警察也不容易做的 我這樣說可能有些人也不喜歡 沒有辦法 我認為的事實就是這樣 起碼也證明到嚴正執法 有些人說有23人 但是他只有五六十個人而已 那麼多人 是啊 他參加一半被人捉殺 示威者有多少人 現在捉了四百多個 示威者很多 現在才捉了四百多個 其實比例上真的少過元朗那件事很多 如果你純粹數據這樣算 水產他捉了也有 難怪有些人說他們是蟑螂 這一次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預備定一個痛苦的 未來數個月最少 是 休息一會兒